Smart投资教室上课咯 涨涨涨 最近什么都涨 大家应该感受到通膨的压力了 钱越来越薄 老板又不帮我们加薪 然后我们又不是长龙海运的员工 今年收发了40个月的年终奖金 后来又说要发10个月的年终奖金 中间的终 50个月 很多资深员工就拥有了千万的钱 让他可以提早达到财富自由 可是我不是长龙海运的员工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财富自由呢 我们今天邀请到投资理财达人李勋 大家好 我是心力李勋 还有Smart资富月刊的记者林竹 大家好 我是林竹 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李勋 如果有在看投资理财的YouTube 一定见过他 哈喽李勋好 哈喽 哈喽 他非常年轻 今年才27岁 可是更过分的是两年前他25岁的时候 很快就存到了100万元 然后现在又是理财专家理财作者 李勋我们今天就很想听听你在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样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存到你的100万元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算自己个性是 自然因为我像算是一个比较小气的人 所以对于钱就是斤斤计较 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小气才存得到钱就对了 没有对我如果我想要在25岁存到100万的话 我觉得小气可能是让我加速存到100万的快速的方法之一 原因之一 那其实我会开始理财主要是因为我是涨化人 然后上来台北读书之后 我有自己的第一个账户 那就是邮局 然后也领到人生第一笔的零用钱 就是5000块 可是5000块我那时候 因为我不敢开口再跟家里要钱 我会觉得让有点尴尬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设定目标 这5000块我不要把它花完 然后我还要设定 我这5000块我至少要存500 就是我5000块里面要存500 所以我就4500除以30 我就想说那我每天最多只能花150块 好少喔 对我因为刚好就是刚上台北的时候就没朋友 所以没朋友的话你就可以 就是不用有那么多局 你就可以吃自己想吃的 就不会花那么多钱 所以在那个时候 设定每日上线之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是先 先以交朋友为主 然后到大一下学期我想说 不行我想要存更快 所以我就去打工 等到朋友都交好之后 我就想那我可以打工了 然后打工之后每个月的薪税 我就会通通存下来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生活费 所以基本上我在大一下的时候 就是存钱飞快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是 大一下我就存到7万块 所以我就觉得还不错 我还不错就是有抓到那个存钱的诀窍 然后就回去的时候跟我妈说 我存到7万了 就大二的时候我妈就打电话来说 你听说你有存到7万块 我说对啊怎么了 她说那我就先不给你生活费 我之后再等到你毕业之后再给你这样 就再一笔给你 我就说好 但你也不能说什么 我就说好好没关系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自己负担房租 生活费等等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 学会要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固定开销 就是包含房租跟生活费 你最少一个月要有多少的打工赚的钱 所以我那时候就学会要怎么去排班 排很多班 也不是排很多班 就是你要去应付你的生活开销 但是我课业就是都保持不错 就是没有一刻都被当 然后成绩也还行这样 对对这是打工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因为打工然后被当这样 我发现你非常精打细算 在存钱还有要拿出来花多少 你就算得刚刚好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在记账 或者是你在刚开始理财的时候 节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有把节留这个本做好 你之后就算开远你就会存得更快 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在大事的时候 我就存到20万 然后也大事就开始出社会了 那出社会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别的工作进来 然后我都是自己在结案 可是自己在结案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那我一笔钱进来的时候 我要总去规划它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摸索 适合自己的理财方式 因为我觉得理财方式百百种 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 就用了比例原则 然后也是有薪水进来之后 分配到不同的账户 然后就是加速自己存钱的速度 所以刚好很幸运 就是在25岁存到100万 那可以分享一下 你的账户是怎么分配的吗 因为像我自己的账户 我最主要有三个 一个就是投资的账户 一个是储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消费的账户 最主要都是以这三个为主 那其实我自己在消费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比例的方式 就是以前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六三亿 就是60%会用来消费 然后30%用来储蓄 10%是风险规划 风险规划是指投资理财吗 主要是保险的部分 就是可能意外险 医疗险等等 那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想要投资 就是刚开始出社会 可能钱没那么多的时候 我就是可能储蓄 我15%会拿来真的放在存钱里面 就是不动的那种 然后15%再拿来投资 就我可以达到边储蓄 边投资的方式 这也是很多人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因为很多人想说 我现在投资不开始是不是晚了 其实我觉得不管今天薪水多少 你可以你都愿意拨出一笔钱的话 我觉得都是来得及的 我觉得李迅你非常年轻 可是你却非常的有计划 要达成你的财务自由目标 我想问一下竹竹 刚听完李迅的告诉我们的故事 你觉得他有什么 最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吗 我觉得李迅的做法 真的很值得我们年轻人 或是正在做投资理财的人 做一些学习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年轻人的薪水可能不高 那他存钱可能不是很容易 那其实还是要透过一些 投资理财的方法来 增加自己的资产跟本金 那可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知道 市场可能很波动啊 那与其你冒着很积极 风险很高的方式去做一个投资 那不如其实还是要回归到一些 比较稳健的做法 我觉得才不会白忙一场 那像大家也都知道 像股神巴菲特 其实大家很多都了解 他是非常有名的投资大师 他选择也是价值投资法 那他的价值投资呢 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选择 护城河比较深的企业 然后再来就是长期持有 那护城河比较深的企业 是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就是说 这个企业他的竞争性很高 跟同业相比表现会更好 那其实这种护城河高的产业呢 的企业呢 他通常就是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也会去配鼓励 那他也可以成为你的本金的来源 那我们也知道像台股里面啊 龙头企业的鼓励 他的成长也比中小琴的企业来得好 那我们也很熟悉的像是0050跟0056 他们都有配息 0050是半年配 那0056是年配 那如果你希望每个月都有配息收入的话 也可以考虑市场上有一些是以龙头股为标的的基金 那他有每月配息 那也有年中再配息的一个机制 可以让大家来考虑跟参考 大家都很想透过投资理财来达成财务自由 可是如果本金不够大 获利率再高也没有用 最近几天就有朋友跟我说 他赚了50% 100% 哇 我帮他拍拍手 但是他跟我说 我只买了一张 而且是20几块的 所以其实获利率再高 如果你的本金不够大 你还是离你的梦想非常的遥远 这个时候我就想要来请教一下两位 你们怎么样分配你们的投资本金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李勋 因为像是我前面有跟大家分享 刚出社会我可能是用631的方式 但是现在在前阵子我是433 就是40%投资 然后30%用来储蓄 接着30%才是消费 但是因为之后我的储蓄的钱呢 就慢慢的有增加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纪律 就是我要存钱 就是狂存钱的概念 所以我后面其实我想说 我钱再怎么存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是把比较多的比例拿去投资上面 所以我就从40%上升到了50% 但是这10%我挪用的是消费的生活费的部分 就是我宁愿把自己的生活开销降低 但是我希望我投资在未来的生活上面 就是我把这10%拿来投资 所以变成532就是50%投资 然后30%储蓄 接着20%是用来消费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投资 因为我现在都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那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定期定额也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那我投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我希望睡得着 然后我又不希望就是我要一直盯盘 时时刻刻很紧张 就是我每次搞不好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都在想说 现在股票涨还是跌 我不希望有这种生活 所以我就希望我就是定期定额买入 分批买入就好 那其实我从以前到现在 三年里面都有定期定额扣的 大概就是0050、0056 因为这两档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就是大家也都听到烂调 然后我在影片中也是介绍很多次 那他们其实像这两档ETF 他们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都会太落换墙 就是定期去审核他的成分股 那像是0050 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就很适合 因为像是他就是50档 就是台湾前50名的公司 所以我不需要去想说 我这个投资会不会 这家公司突然倒闭或是什么 就不用三星了 对我不用去想那么多 而且再加上我自己的个性是 我是因为太神 所以我如果知道这支股票 他的金额搞不好还会再低 我有时候就算自己人工想要定期定额 我就买不下去 但是如果透过设定定期定额 我就可以克服这个心魔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固定 定期定额接口 那其实这三年下来 像是0050 0056这两档ETF的绩效 大概都有落在10%以上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我真的想要投资未来的话 我不会想说我就是想要短期 就看到我有拿到多少钱 我已经想要投资三年 五年甚至到十年 透过复利的方式滚雪球 然后让未来的资金越来越多 我们知道李勋呢 因为你至少已经有100万的基础 而且现在的工作也比较弹性 那如果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主族有什么建议吗 像刚刚李勋提到 他可能是用一些省钱 存钱跟投资理财的方式 去增加本金 那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不是 因为他刚刚可能刚提到 主族提到可能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他可能没有这个方法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善用 我们刚刚提到鼓励这个利器 去增加投资市场的本金 那像台股过去十年的殖利率 大概在4%左右 那跟美股的相比 美股过去十年的殖利率 大概只有2% 其实就已经差了一倍 那其实可以选择台股 作为一个很好的标的 然后透过鼓励的方式 去增加你的本金 那像2021年台股的获利也大爆发 预估今年会发放的现金鼓励 上看2.5兆 那其实也是一个增加 本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台股里面标榜高殖利率 跟高股利的公司非常多 怎么选呢 我有选择障碍 蜘蛛 你有没有什么投资建议可以给我们 好那因为像刚刚说 李薰提到了像005、0056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是锁定 台股高股利的龙头股的 标的的基金 那像是元大投信 它就推出了 元大台湾高股息 优质龙头基金 那其实它就网络了很多 高股息的优质台股 像我们熟悉的像是台积电 研发科或是环球基金 就是它主要的三大持股 那这档基金在2020年的3月 成立到现在 它的绩效跟配息都很稳定 那每个月的年化配息率 大概维持在3%左右 那没有什么起伏变化 那另外一个机制 是把每一年的资本利的 在年中的时候配给投资人 2021年1月的年中配息 及月配息的年化配息率 是大约在9%左右 那今年第二次的年中配息 很多人会喜欢打造越越配息 就是所谓配息越利 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方式 我觉得不一定你要去选择 既配息 而且搞不好这个基金 也会纳入我目前的观察清单里面 我们刚刚聊完了标的 现在我要来问timing了 现在啊升息听说越来越激烈耶 通膨也越来越严重 这个二乌战争好像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这个时间点到底适合投资台股吗 蜘蛛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时间点反而最适合投资台股的时间 因为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3月啊定期定额投资台股 不论是在人数比数或是金额都是创新高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股相对于美股是相对抗跌的 跌的比较少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论述 其实有三个理由投资人可以放心 第一个是我们看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其实台股在升息的这个期间表现是短正常多 就是说可能你可能过去费的 在过去的四次升息的时候 主要股市的表现啊台股都是正报酬 那其实它比很多的市场表现都来得好 那所以还有长线投资的一个优势 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都知道台股主要是以电子股为主 那现在的电子业的议题可能从元宇宙到电动车 那从低轨道卫星到5G的时代 那其实台湾的电子业都有握有这些很关键的核心元件跟技术 题材不管怎么演变 那台湾的各个电子产业都可以受贿 那第三个呢就是台湾的企业获利 其实还是有机会在成长的 那其实成长力道是很强劲的 台股的成长是会创新高 所以投资人还是可以持续投资台股 其实反而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投入机会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投资排名 至于要怎么去配置呢 我觉得还是要以资产配置为主 我们可以用刚刚提到的那个龙头基金 它有配息嘛 我可以作为我的核心资产 那有一些比较没有配息的基金 作为我的卫星资产可以积极操作 那很多台股基金啊 其实可以大家可以多留意 像是有一些是主要聚焦在大型成长股 或中小型的潜力股 那或是一些大中小型的科技产业 那或是如果你对于经济建设跟外销有兴趣的人 你也可以选择有这两个主题的基金 那都通过这些资产配置的方式啊 可以让你的资产在这个市场的波动里面 能够成长得更快 谢谢竹竹哦 我觉得竹竹的提醒非常好 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 就扣龙头基金 持续扣持续领 然后遇到三月下沙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你是积极的投资人 你领到了钱或者是你加薪啊 你有一些奖金的时候 刚好就在大跌的时候 我们来加码扣一些比较积极的基金 做一点价差 最后我想要来请教一下李勋跟林竹哦 你们对于财务自由的这个画面到底是什么 还有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像是我自己我会觉得财务自由 其实最近这个词很多人提到 大家都想当fire族 就是大家都想当自己人生的老板 但其实我觉得财务自由这件事情 是不断的在追逐 因为你拥有的多 你就会想要拥有更多 所以我觉得财务自由最主要还是在于心态上面 你对于你现在心态 你对于你现在生活满不满足 但是当然钱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你有了钱之后 你才可以有选择的钱 去选择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而不是你今天被物价 或是你今天被现在你甚有的钱去束缚住说 我只能选择这样的生活 或者是被限制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你除了在理财之外 投资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不论你今天薪水多少 你愿意理财就总会有机会可以达到财务自由 甚至是你今天如果 很多人会说 我就是不敢投资 我觉得投资要准备好多东西 我觉得不用紧张 因为其实我在手里面很常讲一句话 就是你不用开始 你不用很厉害才可以 你要开始才会变得很厉害 就如果你今天没有踏出第一步的话 其实你后面你再怎么想都是空谈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需要再多做等待 你就是现在马上套出第一步 你就会变得比以前还要好 那竹竹呢 像刚刚李萱有提到 其实就是很多人做财务自由 他很想就是自己当老板 自己当自己人身的老板 我希望可以提早退休 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希望追求的财务自由 那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还是回顾到刚刚提到的 就是可能是以我们用一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概念 核心投资的概念去做一个资产配置的操作 那可能像是龙头基金他有配息嘛 就可以很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配置 然后呢再搭配一些台股的一些 具有成长力跟爆发力的一些基金 那做一个搭配 那当然我觉得策略上也很重要 刚刚有提到定期定额的投资 它是一个可以建立纪律 跟让你持续投资的方式 那另外在市场拉回的时候呢 也可以考虑单笔加码 那加快资产累积的速度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拉近跟财务自由的距离了 今天非常谢谢李勋跟竹竹哦 相信不管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投资小白 或者是正在追寻路上的资深老手 应该都有所收获 那我们相信只要做对方法 纪律执行 就有机会达成你的财务自由梦想哦 我们祝大家可以早日梦想成真 谢谢李勋 谢谢林竹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